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孟婆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悬疑电影《当魔鬼来敲门》 该电影讲述了原本生活富裕、家庭幸福的约翰遭遇了金融危机 一天,一个陌生的黑人男子敲开了他家的门 从那天开始,他的生活变得不再频繁的故事 电影开始,遇到经济困难的约翰回到家里 向妻子说又一次卖房失败了 妻子很生气,要带孩子们出去公园玩 因为去公园不用花钱 妻子刚出门,一个陌生人就前来敲门 那个人介绍自己说,他叫瑞奇 汽车出了一点故障,希望约翰帮忙 约翰答应了,并帮他推车 瑞奇却故意的倒车将约翰撞伤了 他以送约翰到医院为由,让约翰上了车 路上瑞奇到了一个加油站 约翰看见妻子带着孩子 坐在另一个男人的跑车里 他知道妻子已经出轨了 本来要去医院的约翰和瑞奇 中途到了一间酒吧 约翰在酒吧里遇见了他的请人,谭美 瑞奇去了一家手机店,接电话使用 结果手机店的胖老板娘不愿意借 瑞奇就杀死了老板娘 而瑞奇的汽车因为违规停放被拖走了 他希望谭美能载他一程 前往扣留违章车的地方 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大货车 恶意追尾他们的小车 在司机下车之后 瑞奇莫名其妙地说 那个司机要杀死约翰 然后瑞奇就直接开车撞飞了司机 这个举动把约翰和谭美吓坏了 瑞奇看起来非常疯狂 对杀人的态度就像吃饭一样 稀松平常 之后他们开车到了一家家外的人家户 约翰接了电话报警 奇怪的是瑞奇没有阻止他 只是瑞奇又杀了那一家三口人 毫无理由的杀人 他就是一个杀人疯子 在瑞奇杀人的时候 约翰和谭美趁机掩着草丛分头跑了 瑞奇到了警察局 向警察陈述了刚才发生的荒诞的那一切 警察却不相信他 因为证人都说只有约翰在现场 人都是约翰杀死的 瑞奇又到一家餐厅杀死了两个人 还有发现他的一名警察 警察局再次接到报案 而约翰还在警察局里根本没时间作案 谭美也赶到了警察局 他的出现和证词让警察相信了约翰 约翰被释放回家了 在警察局门口 谭美和约翰妻子尴尬的碰面了 约翰离开谭美 走向了妻子和儿女 他们回到家后 晚上外面下着大雨 瑞奇穿着警察的衣服敲了门 妻子将他请了进去 交谈了一会儿 妻子感觉到瑞奇的不对劲 约翰看到瑞奇后 瞬间如临大敌 瑞奇解释说 他只是单纯来做客的 三个人战战兢兢的坐在一起吃饭 瑞奇说了一段惊人的话 瑞奇说他是妻子派人雇佣来杀死约翰的 只是他欣赏约翰 所以没有下手 瑞奇让约翰用刀杀了这个根本不爱他的女人 约翰却将刀刺向瑞奇 两人在扭打中 警察及时赶到击毙了瑞奇 最后约翰和妻子躺在床上 他哼起了瑞奇经常哼的口哨声 不得不说导演的拍摄手法很隐晦 不是简单就能体会到的 整个影片就是描写主角在环境的影响下 从诺夫到男人的心路里程 故事递进的很有层次 一层层的铺垫 在结局打开所有谜团 各种细节暗示就像是在玩解谜游戏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